许生在跟我做压力的时候睡不着觉 我就问他 我说你有饭吃吗 他说这个时候咋谁还没饭吃 我说有饭吃就行 那么你还担心什么 我不知道他还想要什么 要房子住吗 有 他有住的有吃的 他还在担心 并且他不是穷人哦 你跟他聊的时候 他家里头下还好留 就有压力 那我就觉得他肯定是被动的攀比心 看这个比我好 钱比我多 这个人没有钱多 他就过得比我逍遥 他就时刻地在比较 就把自己心性给迷了 你掉到苦海里面去了 你自己掉到苦海里面去了 不是人家推你下去的 掉到苦海里面去怎么办呢 手就都无啊 不无成了 无你也看不到暗 看不到方向 我拿去啊 然后最后筋疲力尽 沉下去吃了嘛 长城苦海 荣食真道 今天这一节课 我不单单的就是说是 给你们讲的这个 太极拳的练习的阶段 其实更是给你们分享 人生修行的过程 没有那么复杂 我觉得人生是很精彩的 看你能感悟多少 你的思想能不能开通 接不接收得到这种 来自于大自然 大道的这种能量信息 信息的能量你接收的了 你人生有个自明灯了 你不会迷失方向 请不吝点赞 Clarence们 r duel ik的ark by